Hello 大家好 我是金子 那今天我們終於要來玩光片的最後一張了 對 這是最後一張了 這個 唉 我想已經看過的人都已經知道它裡面的劇情是什麼了 我就不多說 我們直接看吧 下載 從最初開始 上一次的故事 關押在機密設施的光 被雪城和倫太郎成功救出 之後 光平安無視的在某處醒來 那裡是神集他們的秘密基地 相隔一年再次見到雪城和領家的光 體會到了同伴的重要性 隨後 他終於和倫太郎重聚 三人將內心的想法說給對方聽 倫太郎為了能夠前進 原諒了光所做的一切 光盒的雪城也因自己的意志 決定幫助倫太郎 最終 每個人懷揣著各自的想法 回到了最開始的狀態 此時 倫太郎像是下定了決心一樣 說 讓最後的惡狼遊戲開始吧 話說 倫太郎 我有點事情要問你 嗯? 你想問什麼? 你打算把惡狼遊戲時告訴我們的事 公布給世間人 公布給整個社會嗎? 是的 那就是我活著的意義 倫太郎 我姐姐在臨終前說過 踏出那一步 說實話 最初我並不懂這句話的含義 在惡狼遊戲之後 我一個人逃離了那裡 原來發生過這樣的事 嗯 當時的我 非常難過 非常悲傷 我不斷憎恨著自己 陷入了真正的絕望之中 然後 我覺得自己 應該去死 但是 在準備了解自己的生命時 我想起了姐姐 或許 我的想法 你們聽起來會覺得很奇怪 但我認為 那個時候死去 等於浪費了姐姐的生命 我是這麼想的 美笑的生命 嗯 是姐姐的生命告訴我的那番話 如果 我在沒有理解那些話的情況下就死了 就等於践踏了姐姐的心意 所以 我想將我思考出來的 體會到的一切 傳遞給世間人 嗯 是這樣啊 別弄出這樣的寶情嘛 我沒事的 我已經決定好要前進了 不過 我沒想到 會和雪橙 以及光一起行動 這倒也是 我也沒想到會這樣 我們算不上朋友 不如說是 互相憎恨也很正常的關係 但我覺得 我們三個人在一起 一定能做出一番大事 輪 輪太郎 直到現在 我也不會將你的復仇正淡化 但我覺得 輪太郎所注意到的重要之事 應當廣而告知 是啊 我在二郎遊戲開始前 一直都想著要逃避 可是現在 我能夠接受軟弱的自己了 不要 然後 我要堅強地活下去 嘿嘿嘿 你為什麼要笑成這樣啊 輪太郎 抱歉抱歉 總覺得這番話 一點都不像雪橙的作風 一點意外呢 你那是什麼意思啊 是啊 的確不像雪橙會說的話 怎麼臉光耶 抱歉啦 開個玩笑而已 那麼 那 要開始咯 嗯 嗯 走吧 讓我們開始最後的二郎遊戲吧 之後過了數日 終於到了計劃施行的那天 我們一起來到了某個大樓頂端 面前是擺在餐角架上的攝影機 冷太郎 雪橙 都準備好了嗎 嗯 沒問題了 好 我們上吧 那麼 二郎遊戲啟動 了解 說吧 光開始敲打鍵盤 話說光 這種破解手段能成功嗎 你在說什麼呢雪橙 我的字典裡沒有不可能這三個字 多虧是吧 好有自信 那是當然了 沒自信的話怎麼能幹這種活 好了 讓世界人大吃一驚吧 哼 想靠這點防火牆攔住我 只要我出手這種事情都是 好強 他真的是個超危險的男人呢 好了 準備完畢 總算要開始了 嗯 接下來 可沒有回頭路了 我知道 我已經做好覺悟了 好 趕緊開始吧 明白 接著 光的電腦屏幕 出現了輪胎狼的身體 各位好 初次見面 我是森輪胎狼 雖然有些突然 但我有件事要和大家說 我在一年前 引發了某個殺人案件 今天 我就要將事件的事項 全部告訴你們 同時 警察那一邊 咔嚓 抱歉打擾了 喂 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個視頻是怎麼回事 那個是 三輪胎狼本人 在通過這個 告訴大家 二輪遊戲的經過和事實 好像連我們警察 摩下掉的事情也要說 我 我當然知道他要說出一些 但為什麼我的手機上 也會出現這傢伙的臉 那 那是因為 所有通電設備 包括智能手機 都會播放這段影像 所有通電設備 你覺得有電的手機 全日本有多少台啊 到底是誰做的 能做到這一點的 恐怕只有認識 聖輪胎的那個人了 心沖光嗎 可惡 不管怎麼樣 趕快把這個東西關掉 這個就 剛才我們的技術人員 已經嘗試過了 但因為心沖光的阻擾 視頻無法中斷 什麼 我們可是國家機構 為什麼連一個 臭小鬼的入侵都擋不住 很遺憾 事實就是這樣 可惡 死到如今 也沒辦法了 只能快點享受 控制事態發展的對策 喂 能夠找到他們的所在位置嗎 能的 這段事情的背景是 東京塔 我們已經派人去 東京塔附近了 好 趕快把他們抓起來 如果活著不了 殺了他們的無所謂 我知道了 馬上就去聯繫各部門前去調查 說吧 警察立刻離開了屋子 可惡 那鳳叫我 居然敢耍我們 過了不久 敲門聲再次想起 發展 怎麼 還有什麼事情要匯報嗎 抱歉 這裡有一個有關新冲光和重要情報 重要情報 現在不管多麼瑣碎的情報我都要 你說的是哪種 完了 那個警察什麼也不說 只是站在遠處 喂你 在做什麼呢 快點向我匯報情況 嘿嘿 好久不見了呢 這個聲音是 哪叫說 你好啊 神奇 哎呀呀 你看起來很慌張呢 為什麼 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警衛到底在做什麼 喂快點拔這傢伙 沒用的 你走路里的警衛員 現在應該都昏過去了吧 昏過去 為什麼 此時 忠四郎拿出了一個隊長機 忠四郎 那你為什麼是日路 哈哈 一千九次吧 忠四郎 忠四郎 啊小春 走浪里的人 我全部都收拾掉了 不愧是你 光說銷利90塊 謝謝 忠四郎 之後就拜託你了 瞭解 辛苦啦 嘿嘿 你都聽見了吧 這下的話 就不會有人來救你了 不過 為什麼你會在這裡 你還沒明白嗎 明明白是指 難道說你 和新春光是一伙的 才對咯 那麼 幫助新春光越獄的也是 當然也是我啊 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嗎 你究竟有什麼目的 目的 咯 我只是想讓你 親口認罪而已 我希望身為日本警察 代表的你 能夠親口承認 迄今為止犯下的罪行 罪行 哼 那種事情 隔天 我甚麼人都拆了 信… 你公開 sel 在宵tteяж 除此以外 你们还与许多 其他团体的丑闻密切相关 肯定是和往常一样 有人委托你的吧 就像是 你通过其他人抹消 二人游戏的事实那样 你们就是这样 官官相互将丑闻隐盘下去的 但是 这次不会让你如愿以偿了 有什么可笑的吗 神奇啊 你到底想做什么 你有证据保明 我们做过你说的事情吗 如果你没证据的话 那这些不过是你的妄想罢了 原来如此 原来你还是想装做什么都不知道吗 说着 宗师郎把一堆资料摆在桌子上 这些就是你们 迄今为止做过的所有坏事的证据哦 什么 你到底从来来这些了 你忘记了吗 我原来也是警察 要搜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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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 这些证据我已经通过刚才的视频一起发给全国了 现在日本的群众一定很震惊吧 就算是你们面对这样的情况 也无法做到彻底抹消吧 少开玩笑 少开玩笑了 我可没有开玩笑 我只是贯彻自己的正义而已 你什么都不打算说了吗 局长沉默了许久后说 原来如此 能够调查这么多 不愧是神奇 说实话 我真的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 你真是一个优秀的人才啊 嗯?你在说什么? 你仔细听我说 面对如此优秀的你 我有一个提议 要不要和我做个交易 交易? 对!交易! 你来当我的手下 这样的话 你做什么都是自由的 只要你想 我可以给你许多钱和巨大的权利 只要你回归警察这里 你可以随心所欲地使用这种权利 你可以透过这点来追求你所想要的正义 我也会协助你 怎么样? 这个交易不错吧? 嘿嘿 这有什么可笑的 你啊 真的是个肮脏的人啊 你说什么 事到如今我就直说了吧 我不会当你的手下 而且对钱和权利没有任何兴趣 什么 还有啊 嘿嘿嘿 你怎么又笑了 啊 我没说过吗 现在我还玩直播呢 哈哈 总是让从胸口的口袋里拿出了手机 什么 光 刚才他说的那些东西都发出去了吗 随后 对讲机想了 嗯 已经一句话都不漏地直播出去了 不过我没想到他这么简单就漏出破绽了呢 现在这件事情已经成为日本的大新闻了吧 谢谢你光 这家伙 你别以为做这种事情我就能饶过你 饶过我 这句话 我要圆风不动地还给你 你说什么 你们做的事情根本就不是正义 为了方便自己而扭曲了的正义 是不义 正义是为了保护别人而存在的 摆出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 让别人陷入不幸的正义 卡住 可以可以可以 我们就卡住这个画面 然后看帅帅的中士龙吧 我绝对不会认同 我们要贯彻自己坚信的正义 改变这个社会 你就在这里 不愿意地看着社会改变的瞬间吧 可恶 这个还给你 我已经不需要了 再见 之后 中士郎离开了 累死了 中士郎 啊 小春 结束了吗 是的 抱歉小春 嗯 怎么这么突然掉签 抱歉把你卷进来 中士郎 事到如今你在说什么 诶 我是遵照自己的医师跟随你的 这一点 不管是曾经 还是现在 都没有改变 今后 我也将和你在一起 小春 你突然受这些 让我好害羞啊 咦 害羞 是什么意思 刚才那些话 不是那个意思 哇 没想到你还挺主动的 小春 我 都说了不是那个意思 中春 哦 之后再慢慢讲给我听吧 请你不要开玩笑 我真的会生气 抱歉抱歉 别再胡闹了 赶紧走吧 是 是啊 这下 我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接下来该他出场了 是的 我们也赶紧去那边吧 嗯 走吧小春 两人的脚步声 在寂静的回廊中回响 冰冷的晚风 穿透了我的身躯 我观察着四周 街道被霓虹灯照耀着 在这里的话 能看到整个城市的景色 感觉像是站在的舞台上一样 我们三个人 站在涉谷中央的高楼顶端 终于到了这个时候 是啊 这里就是最后的二浪游戏的舞台 现在停手还来得及 你打算怎么办 光 答案很明显吧 而且 我们的二浪游戏早就开始了 说着 轮太郎拿出了手机 上面正播放着 轮太郎诉说二浪游戏真相的视频 看样子 警察还没到这边来 目前他们还在东京铁塔附近乱找吧 很好 作战成功 数十分钟前 我将日本所有的手机黑掉 向大家发布了一个视频 内容是 轮太郎诉说真相和揭露警察丑闻 但是我们耍了一个小花招 这个视频是我们前天在东京塔录下来的 所以警察现在还在东京塔附近搜查 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在涉谷中央 这么做是为了把警察引到别处争取时间 让我们的二浪游戏能顺利进行到最后 没想到啊 为了争取时间的小花招能骗过警察 果真王超聪明的 不愧是周光 哼 少试一桩 看样子 我们能够 按照计划实行下一步了 嗯 没想到能这么完美的进行啊 是啊 而且多亏了重视党先生 警察的丑事也被揭发了 还有光也很厉害 能把这个发到全国各地 世间人现在应该一定多少有注意到我们这边吧 是啊 接下来就要靠仑太郎了 嗯 让我们圆满的进行到最后吧 嗯 我和雪橙来支援你 是的 估计 警察从获取地点的到前往这里只需要十分钟 所以我们没有多少时间来磨蹭了 在警察来之前结束 然后一起逃跑 听明白了吧 嗯 当然 说着 隆太郎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东西 隆太郎 那个蝴蝶姐是 是的 这几天 我把他从墓地那里拿回来了 我想让姐姐亲眼见证这一切 是这样啊 嗯 光 雪橙 谢谢你们 咦 你这是怎么了 没什么 只是 事先向你们道歉而已 隆太郎 想道歉 就在一切结束之后吧 就是啊 我们的计划才刚刚开始 嘿嘿 说的也对 好了 开始吧 嗯 好的 之后 我们开始了最后的二郎游戏 此时 涉谷的街道上 喂喂 你们刚 看到刚刚的动画了吗 看到了 突然就在我手机上播放 吓得我一跳呢 大家的手机都有吧 这种事好可怕啊 居然能传播到所有人的手机上 而且突然出现个怪人在说话 不过这个叫隆太郎的人长得好帅喔 对啊他超帅的 咳咳咳 是UP主之类的吗 笨蛋才不是呢 这个人可是通缉犯啊 是的 我看过新闻 轮太郎是个杀人犯呢 咦真的吗 吓死人了 怎么回事 手机坏掉了吗 我的手机里也是出现了一个奇怪的男人 街上的群众 因眼前发生的事 陷入了混乱 突然间一个声音响起 喂喂大家好 能听到我说 咦 这次又是怎么了 是谁在说话 发生什么了 这声音是从哪里传来的 整条街上都能听到 好大声啊 光看样子已经没问题了 大家都能听得到 麦克风一切正常 真是的 轮太郎 一点紧张管都没有 不说的干脆利落一点 可没有说服力啊 咦 四个麦也要认真说的吗 你们傻嘛 轮太郎雪橙 你们这番话也会一起播出去的 咦真的吗 这是怎么回事 在拍电影吗 啊快看 那边大楼的大屏幕 咦 那是什么啊 好像是在播放 刚才手机里出现的视频 天啊 那个就是 杀人狂 人太郎 怎么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 这是什么啊 不是真的在拍电影吗 啊有什么东西飘下来的 这又是什么 好像是小纸片 上面写着 有关警察的腐败事迹 药物过量投入 教育机关的黑暗 感觉好复杂啊 完全看不懂 不过这些东西和我们没关系吧 搞什么啊真是的 喂快看 大楼最顶端有人 真的耶真的有人在 那家伙 不是视频里的那个吗 咦也就是说他就是杀人犯 不好了 大家快去叫警察啊 等等 他们看起来好像还有事情要做 阿家 晚上好啊 我是圣伦亥狼 刚才的视频大家都看完了吗 视频 他说的是刚才手机里的那个吧 这家伙在胡说什么呢 就如刚才视频里所说的那样 五年前我的家人被杀了 我最爱的父亲 还有一直温柔关爱我的母亲都死了 而这件事情 和许多不负责任的人有关 我没有原谅那帮家伙 于是就依靠二郎游戏里 对那帮人进行了复仇 他在说什么啊 复仇指的是杀人吗 我原本希望他们能够认清自己的过错 但是我脆 杀了人 因为敌不过自身的怨恨 杀了人 然后 还因为自身的软弱 连最重要的人 也给杀死了 咦 原来这家伙真的是杀人犯啊 怎么又卡住了 发生什么事情 啊 哈哈哈 露掉一句了 通过这场复仇 那时候 我注意到了 自身的软弱 我一直 都觉得周围的人是错的 我一直认为这就是事实 但是 并不是这样的 真正错的人 是一直把一切 归罪 归罪于 环境的我 所以我 接受了自身的软弱 我 承认了自己是软弱 之人 然后 下定决心 将我感受到的一切 将我注意到的重要知识 传达给大家 大家说的是我们吗 大概吧 我不知道这种事情是否有意义 但是我能够断言 你们当中的某些人 有可能会变得和原来的我一样 被自身的软弱吞噬 看不到现实 其实我现在想一想一下 伦太郎应该 有 有患上 PTSD 那个那个病 我才 我才看 我看到的情况 觉得应该是啦 我自己也不是很确定 这样的话 等待你们的 只有不幸 所以 不要再 出现我这样的人了 他在说什么 别乱听 他可是罪犯啊 是哦 就在这时 仿佛是在抹消 林太郎的声音一般 远处传来的警铃声 林太郎 警察来了 他们已经发现我们了 快和我一起离开这里 喂 林太郎 快走啊 林家会和我们计划师一样 把车开到大楼后面等我们 我们一起乘车逃跑吧 我 不会走的 林太郎 为什么啊 你在胡说什么呢 别说傻话了 快和我们按照作专计划那样逃跑吧 你想被警察抓起来吗 好啦 你们两个赶快跑吧 什么 我怎么可能丢下 林太郎你逃跑呢 你 我不会逃的 从最开始 我就决定好了 都 都这种时候了 你怎么还说胡话 你应该明白 现在被警察抓住 会发生什么事情吧 你会有生命危险的 这种事情 我明白 但是 我不会逃避那些人 也不会背叛自己的决心 我要在这里 结束二郎游戏 由我开始的这个游戏 我会好好的结束掉他 龙太郎 难道说你 光 雪橙 能够遇到你们 真的是太好了 谢谢你们 对不起 龙太郎 不要这么说 既然龙太郎要留下 那我也要留下 我不会丢下龙太郎自己逃跑的 而且这是龙太郎告诉我的吧 不要逃避自身的软弱 如果我逃跑了 你会和原谅人类一样 雪橙 我 我不要再留下痛苦的回忆了 所以 我绝对不要扔下龙太郎 谢谢你能如此为我着想 我很高兴 那就快点一起走吧 对不起 这点我做不到 怎么会这样 我 我在二朗游戏当中 杀了很多人 也让很多人陷入了不幸 我犯的错 是最不可恕的那种 所以我想 通过自己的方式进行补偿 自己的方式 我不会再回头了 我必须要前进 龙太郎 可是 我 雪橙 走吧 你真的要舍弃龙太郎吗 光觉得这么做就好了吗 雪橙 龙太郎 是自愿留在这里的 可是 龙太郎决定 我们不能去干涉 但是 光 龙太郎 我们一定会成功逃跑 一定会活下去的 被你拯救的这条命 我不会浪费它 我向你保证 走吧雪橙 不 之后 我强行 拉起 雪橙的手逃跑了 这个时候的龙太郎 一次都没回头 只是 一直注射着前方 屋顶的门打开后 我和雪橙在昏暗的走廊上奔跑 走廊非常安静 与吵杂的楼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龙太郎 龙太郎 这就是你的答案 那么 我们不会阻止你的 龙太郎 我和雪橙跑上大楼出口 不知为何 泪水流的不停 我这是 因为悲伤 还是 因为后悔 我也不明白此时此刻的心情 但是 现在的我 要活下去 一定要活下去 脑海中仅剩下这一个想法 旁边的雪橙 一边跑 一边泣不成声 它和我的心情是一样的 雪橙 不许低着头 把头抬起来 为什么 我也不清楚 但是 我们没有做过任何修处之事 也不该如此悲痛欲绝 我们只要 前进即可 就从现在这个瞬间开始 朝着未来前进 光 我们不能辜负了那家伙的心意 我们要活下去 连着轮太阳的那一份一起 是啊 没错 我要向前干 但即便如此 泪水还是不断的涌出 这无法靠理性意志 这是发自肺腑的真情实感 我们一边哭泣着 一边继续跑 看来 他们平安走掉了 好了 这下 这里就只剩我一个人了 警铃声越来越清晰 他们包围整栋道楼只是时间的问题 下个瞬间 一架直升机伴随着一股强风出现 神龙太郎 把手举起来 你已经被包围了 现在立刻把视频关掉 没想到还准备了直升机呢 你们也真够拼命的 但我不会关哦 我不会逃避 也不会躲藏 想要阻止的话 就来试试看啊 闭嘴 我们已经接到许可 可以射杀你 咦?好像挺吓人的 他们说要射杀他 不尊重指示的话 我就要开枪了 咦? 咦? 雪橙 能够和你们相遇 是我三生有幸 好难过 然后还卡住了 老老实实尊重指示 否则我们真的会开枪 我不会挺熟的 我不会因为周围人的意见 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 我要走自己的路 我不再是 那个软弱的我了 我接受了自身的软弱 我已经进步了 听起来好厉害 认真的有点恐怖啊 他在说什么? 他是杀人狂 应该也有心理疾病吧 即便我这么说 也会有很多的人 完全不在乎吧 但是 这是你们自己的问题 咦? 这是什么话? 当大家 面对自身的软弱 接受自身的软弱时 大家一定会变得 比现在更强大 比现在更温柔 所以 希望大家都思考一下 现在的自己 有真心为人着想吗? 真的有? 不断进步吗? 好好思考一下 咦? 为什么杀人狂 摆出一副伟大的样子 在说下? 居然听杀人狂 为他说 为他人着想 还真是困扰啊 能够改变自己的 只有你自己 不管最终 自己过上什么样的生活 都不是环境的错 开火! 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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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让下了大错 并把他们 归罪于环境 但是 我注意到了 那是不对的 这一切都是我自己的错 你们不要再犯和我一样的错误 不要再出现我这样的人 这就是我拼死想和大家说的东西 我总觉得他说的话 也不是不能懂 这导师 所以大家 要好好的 好好的 好好的 活下去 接受自己的软弱 拼命的活下去 活下去 活下去 骄傲的活出自己的人生 射击! 呃! 此时 一发子弹射入体内 温忍的写流得出来 可恶 还没完 我 不会因为这件小事 就停下 我 要踏出这一步 向前踏出这一步 姐姐我要踏出这一步了 这就是我的答案 这并不是自杀 我已经以自己的方式 在属于自己的时间中活过了 所以大家也一起吧 这里是 睁开眼睛后 我发现自己躺在一片非常美丽的地方 微风轻拂我的脸颊 柔和的阳光照在我的身上 咦 我还活着吗 为什么 刚才我从楼顶跳下来 我仔细观察周围的情况 这里是 你早上醒过来了 姐姐 姐姐站在我的面前 轮胎狼 奇怪 为什么姐姐会在这里 我是来见轮胎狼的 来见我 是啊 轮胎狼 你做得很好 你很努力的 你非常厉害哦 姐姐 轮胎狼 你长大了呢 轮胎狼 爸爸 妈妈 妈妈 我终于全到你们了 我一直都很想念你 对不起 让轮胎狼 孤立你一个人这么久 让你感到寂寞了 妈妈一直都在守护着你 我 我 努力了 我又好好的踏出这一步 嗯 我也看到了 你真的长大了 轮胎狼 没笑说的没错 轮胎狼 你已经是堂堂正正的男子汉了 嗯 轮胎狼 你不必再一个人承受一切了 让我们一家四口团聚 在一起生活吧 是啊 妈妈也想多陪陪轮胎狼 你不必再感到寂寞了 轮胎狼 他家 姐姐 回来了 我 能够活到现在 真的是太好了 啊 心塞啊 冷死了 真的 其实说真的 我不想再玩过一次 一比四三了 一比十二就结束了 没有一比十三了 好不好 哦 好啦 那感谢大家的收看 今天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啦 如果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在底下按赞留言分享 并且订阅我哦 如果你喜欢我玩 或者是翻译什么游戏的话呢 记得到Facebook去搜寻我的粉专 禁止的通过小视讯我哦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